火箭最新比赛,看一下远排 有了 手掌终于火热 第二节奏来了之后 转弹越来越好 特别是他的一个转度 上一局是追平 然后这一局开始反抄 好敲 火箭还是 适合打三点的这一场 三点的话是英国时间的 应该是晚上的七八点 12 这一场跑鞋 不知道会穿上啥时候 9还没回复 21 21 侧面一下 对下面这一颗应该还有 这才是正常状态的核心 这才是正常状态的核心 这一回就像打鞋鞋一样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破百 4 说实话 说实话 我见的这一场角色 真的打得不如之前 52 没走过来 断了 又是一根50加 Ronyl Sullivan 52 还是没有破百 没胆住 漂亮 这一局连续两次的超级远牌 只要火箭有了远牌之后 感觉谁来也没用 这一局拿下了 第一次反超 刚开始小车是4比0开局 然后第一阶段是3比5落后火箭 和上次大师赛决赛一样 都是3比5落后 然后上演了逆拙 15 我已经和小车 这一个赛季全是拿了3个冠军 他们都在争取第4 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的精彩对决 22 27 28 他们俩上一次交手应该是前年的过程中过程的决赛 其实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34 小特也是唯一一个合国间交手数据 35 胜率将近50%的球员 没打击 最近的观察越来越好 继续加油